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到大陆开工可能会不顺 大家下四名台股票 开盘一下子而已 跌了189点 担心大陆开工不顺 其实已经跌过头了啦 上礼拜五已经跌一天了 对不对 今天跌第二天 已经拨过头了 可是很多人恐慌之余 就会乱杀股票 今天杀低 你会后悔喔 你会后悔喔 收盘春楼三十八点而已 收盘剩下小跌38点而已 上礼拜五 美国发布了一月份的失业率 跟一月份的新增就业人口 一月份新增就业人数22.5万人 这受理是好的喔 失业率3.6% 这也是好的喔 那股价为什么跌呢 股价为什么跌呢 都创历史新高了嘛 你说这个时候 美国股市一路冲出去 一路一直起都未来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你看大陆美国股市 上礼拜二大涨407点 礼拜三又涨483点 礼拜四又涨88点 连山三天大气啊 而且创历史新高了 发布利多 利多 获利了结卖压出来 正常的啊 加上也担心大陆开工不顺嘛 可是也没有跌多少 道琼277点 不过才0.9%而已 我们礼拜五是跌了1.1% 那达克跌0.5% 费城半导体跌2.3% 因为费城半导体的公司 很多都跟大陆有生意往来 你看德国 法国就跌得很少嘛 就跌得很少嘛 所以美国股市在礼拜五那个跌 人家是创历史新高 出现了获利了结 我们还有创历史新高 我们也没有嘛 对不对 你看美国股市在最危急的时候 上礼拜一我问他什么 上礼拜一我问大家 到底是多头还是空头 对 尤其是美国股市的部分 你要看上谁啊 我讲的时候 美国股市在这里 那我也不是乱讲的啊 虽然有回档 我给大家看过 苹果创历史新高 英特尔创历史新高 微软创历史新高 亚马逊创历史新高 Google创历史新高 IBM也在飙涨 这些都是全球最大的公司 在大陆疫情期间 全球都会表 那你说美国股市是多头还是空头 所以多空不是看现行 多头还是空头 多空不是看现行嘛 对不对 你看特斯拉更飙到无法无天 高霸几颗 你看我讲完之后 大陆股市是马上 美国股市是不是马上就上来了 我在这里的时候问你们 多头还是空头 讲完之后是不是 马上就上来创历史新高 纳斯达克也上来创历史新高 那你看美国是创历史新高 所以稍微回档修正一下 正上的啊 那台北股市 上礼拜一大陆股市开市的时候 大跌三百多点 当天我就跟大家讲了 不要买台哦 还要买台你的友会哦 你看一堆人在杀股票 上礼拜我讲完之后 台北股市是不是就涨了六百点了 是不是两百点了 上礼拜五大家担心 大陆开工的情况 上礼拜五已经担一天去啦 上礼拜五已经领先跌一天了嘛 那今天再跌 就杀过头了嘛 就台阶头了嘛 那你再去杀就不对了嘛 就不对了嘛 所以一直跟大家讲你要冷静你要冷静 否则经常在做一些错误的决定 就像你今天杀低就不对啦 就像你今天杀低就不对啦 上礼拜一上礼拜你去台阶 你一杀低就涨六百点 今天你在杀低又是开低走高 要冷静啦要冷静啦要冷静啦 你看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台北股市担心大陆开工不顺 跌一三六点 你要大陆逆势拉尾盘涨0.5% 啊台队不怕你在怕什么 大陆自己都不怕了 那台湾怕怕是 很奇怪哦 你看今天 大陆股市又大涨1.2% 无法全面开工 当然是不可能全面开工嘛 大陆疫情每个地方不一样 有比较轻的有比较重的 轻的一定会优先开工嘛 那如果真的很严重的 不能开就是不能开嘛 接下来市情况慢慢开嘛 一定是这样啊 所以不可能全面开工嘛 那大陆都不怕了还大涨 啊你在怕什么 很讽刺哦 是大陆开工的问题 结果台北股市 贫人更怕 贫人更怕 上星期后下一个星期 下星期又下一个星期 今天又继续退 那乨都什么 就上10点了 是不是到最低点去了 大路真的不怕吗 大路真的不怕 这些问题吗 疫情的问题 开工不顺利的问题 大路真的不怕吗 说要走啦 我就说惊得要死啦 惊得要死没效嘛 我在大陆开市第一天我就讲了 你不要用老百姓跟投资的眼光去看 你们都看到 哦 疫情好恐怖哦 越来越严重 感染的人越来越多 死亡的人越来越多 现在听说已经八九百了 封城越来越多 已经五六十个城市了 连省都在封了 那开工又不顺利 啊 今天要惨嘛 投资人都在看这个嘛 所以越看越恐怖嘛 那你要想习近平的观点 这才是重点嘛 我从大陆开市那天我就跟大家讲了 习近平的观点才重要 人家习近平在想什么更重要嘛 疫情没法抖的 对 病毒不是解放军 所以没法抖的 那股市如果再崩盘 那就全面失控了嘛 对不对 疫情当然是没办法嘛 那股市它就有办法嘛 钱撒下去 政策利多下去 股市习近平说涨就涨 习近平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那既然疫情控制不住 股市是它能够控制的 它当然会把它弄上去嘛 否则蜡烛两头烧 那就真的是全面失控嘛 所以对丁雷百 大陆股市开市的时候 我就一直提醒大家 你要注意习近平的观点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大陆的当务之急 是什么 很多人想疫情啊 感染人数越来越多 死亡人数也在攀升 疫情不控制下去 其他都不用谈 你们是不是这么想 你这么想 习近平不这么想啊 是不是 我跟大家讲过 大陆的重点工作 第一个是要把股市先稳住嘛 股市稳住了 经济才有机会稳 紧接着 陆陆续续让它开工嘛 现在已经4万人确诊了 死亡人数可能到900人了 这个跟13亿人比较起来 猫咪身上一根毛而已啊 如何让13亿人 不再被感染 这个比疫情控制更重要嘛 所以预防重于治疗 那最后疫情是没办法的啊 走一步算一步嘛 要慢慢来研发嘛 所以重点工作 人家是有1234的 有顺序的 第一个一定是股市嘛 第二个就是开工嘛 第三个就是预防嘛 预防它扩大 让13亿人口被感染嘛 那最后才是 人家说快速跨班 疫情的部分 疫苗的部分 慢慢再来做 那个急的急不得嘛 是不是 我从上礼拜每天讲每天讲 那你们听有准哦 有道理哦 那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也是走得像白的啊 也是走得像白的啊 黑白台黑白龙 然后四偶而悠以后悔 你看大陆股市 你自己看 大陆股市 你自己看 过完年开低 再来个低点之后一路涨 把过年缺口给补掉了耶 把过年缺口给补掉了耶 有厉害吗 你们就在担心疫情而已 你们就在担心 有疫情好恐怖哦 我说习近平的观点才重要 习近平的观点才重要 股市是当务之急啊 是不是股市当务之急先来问来 这样看好吗 这样大陆不怕你怕什么呢 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想法调整一下 不要用你的眼光去看事情 用习近平的眼光去看事情 你又知道为啥要怎么走啊 你就不会一直吓死了 一个眼睛都走到死 看到确诊人数攀升 看到死亡人数攀升 看到开工不顺利 然后都万念俱灰 那都熬北台 然后每次一刹下去 就是最低点 行情就上来 这个地方股市你放心 开工会因为疫情的关系 疫情轻的就会开 它不可能疫情轻的地方 不让它开啦 我上班讲过 机器要动才能够生产嘛 老百姓要上工 国家经济才会动嘛 所以能够上工的会尽量上工 还不能上工的会看情况 慢慢上工 你看几家已经开工了 原本大家最关心是鸿海 上礼拜六鸿海听说不能开工 所以开盘跌四块钱 盘中马上传出来 可以开工了 马上从跌四块 回来 剩下跌九毛 那针鼎 那针鼎 因为鸿海能够开工 所以针鼎从跌六点七% 你抬下去 哇 翻红 那台阶是什么 完翁 国具 可以开工 所以就很稳 台积电 南京厂 开工了 很多人还在杀低 都开工你还杀低 从跌七块是不是又回到平盘 在恐慌之余 很多人都会黑白来 茂莲 上礼拜五很多人担心 特斯拉不能开工 所以礼拜五杀了一天 今天很多人还是担心 特斯拉上海不能开工怎么办 又开低 开低之后是不是又回来了 你要注意消息的状况嘛 不要一直以自己的想法 你看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 大陆股市跌277.15 台积电 台积电跌3% 阿里巴巴跌2% 电子海湾跌4% 苹果跌1.3% Skyworks跌3% 这是供应苹果 这是供应苹果 这个是Intel跌1.5% 高通跌3.5% 跟大陆有关系的这跌的比较多 美光跌3% 德州仪器跌2.8% 美国最大的LED公司 Green 大跌6.6% 你看特斯拉 特斯拉反而不跌 只跌0.1%而已 有什么 特斯拉不是有上海的工厂吗 礼拜六的时候就已经说了 礼拜六的时候 上海市就已经特许 让特斯拉开工了 礼拜六就知道的消息了 所以你要特斯拉为什么 美国跌200多点 特斯拉能够不跌 礼拜六就知道 特斯拉会开工啊 那结果你冒联还在沙滴 礼拜六就知道会开工了啊 礼拜五台一天就算了 你今天又在台 那就不对了嘛 你看这一家 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 在2月3号的时候 宁德时代跟特斯拉签约 未来三年供应特斯拉电池材料 你看消息出来之后 P5用飞的 人也没来啊 这是特斯拉概念股啊 才刚签约而已喔 以前不是 现在才是 2月3号开始才是 人也没来啊 今天特斯拉一开工 宁德时代 马上大涨3% 你冒联你还在杀 当你在杀的时候 外资已经调告冒联的目标价 245块啊 245块啊 6月台都不丢掉了嘛 对不对 特斯拉三星LG 对不对 海力士 中国的工厂全部复工 全部复工 能够上线开工 人不会故意不开工 懂意思没 那真的不行的 那就没办法啊 只能慢慢来而已嘛 对不对 只能慢慢来而已嘛 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喔 房地产跟股票 股票跟房地产 都是有价资产 都是有价资产 在它恐慌之余 很有可能都会被杀低 那这个都是 你长期买进的好时机 等到市况稳定之后 当下可能它不涨 可是当市况稳定之后 你一定会贪大钱的 我讲我个人的一个经验 SARS 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SARS的时候 股票也跌房地产也跌 我那时候就开始在看房子了 我看了很多间 那价格都跟它开很低 那很多屋主都不愿意卖那么便宜 可是有一天 有一间房屋公司的业务员 就打电话给我 林先生有个屋主要卖了 我说那个屋主为什么要卖 后来才知道 他是外国人 他要卖那一天正好 和平医院封院 外国人吓死啊 原本SARS开始的时候 他就已经准备要逃走了 那和平医院一封院之后 董不住啊 当天马上打电话给业务 房屋公司的业务员 他要卖了 那正好就跟大家谈啊 从下午打电话趁热嘛 下午讲到晚上 三千几万的房子 台下存两千两百万 抓住啊 那当时买也不是马上会涨嘛 可是三个月过后 SARS疫情稳下来了 我们楼上内户 你知道卖多少吗 三千六百万 三个月时间而已 马上就赚了一千多万了 我相信我这样讲 你们应该就比较能够感受到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我举这个例子 我个人亲身的经历 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股票跟房地产 都是有价值的东西 有价值的资产 恐慌之下都会超跌 可是都是长期的买点 当下可能不会涨 可是市况稳定之后 有价值的东西 它价值多少 它就会回去多少 它就会回去多少 那你就会赚大钱 那你就会赚大钱 现阶段5G概念股就是这样子嘛 我当时跟大家讲过 不要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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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仗糕你不要堆 有会赚大钱 固定在地堡的 那你快楼扣不够 尤其5G 未来长期 市况稳定之后 全世界都会把钱 丢在5G 这些公司身上 你不贪这个时刻 你要贪当时刻 当然你现在刻 靠你买买买最低的 那你也不要想说 我要买最低点嘛 对不对 相对低点买买的 等到疫情控制住之后 夹股票都是贪大钱时刻 你不贪现在要贪当时刻 所以今天跟大家谈这个观念 股票房地产都是有价证券 有价资产 恐慌会出现超跌 可是长期的买点 市况稳定后 他都回到他应有的价值 你就会大贪了 但短线上 可能疫情的部分比较重要 这六支 防疫最重要的股票 等一下我来跟大家谈 第一次你要做 这六支我跟大家跟大家谈 布局5G发大财 布局5G发大财 这等一下继续来谈 戴着口罩买股票 跟上您的意见 布局5G发大财的活动 王仲虎付电话 新闻的广告 希望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欢迎回到现场 我刚才跟大家讲了 我个人亲身的经历 也希望借由这个故事 我个人的经历 来告诉你 股票跟房地产 都是有价值的资产 恐慌之余 很容易超跌 可是是长期购入的好时机 事情稳了之后 该回到什么价格 该回到什么价值 它都会回去 你就会贪大钱了 你不要想要说 我要买最低点 我要一买它就涨 你不信 你不可能 长期相对的底部 相对的位置 未来铺 未来盾 囤积基优股 事情稳定下来 你就贪大钱了 短线上比较热门的 可能会在疫情的部分 我疫情不是叫你去买口罩股 不是喔 你去买口罩股 没效嘛 你看今天 你看今天 恒大 今天还是跌停板嘛 恒大就是口罩的啊 今天没有跌停板啊 9919 康大乡 今天也是大跌嘛 对不对 真正跟疫情 受惠最大的 这六支 蓄附国内 最赚钱的 原料药 一年炭7块钱 这支今天涨停 康有 是大陆前三大的点滴公司 一年炭14块 这还没去的 东阳国内最大的制药厂 一年炭5块 这还没去的 盛宏 这跟口罩有关 因为他有一家子公司叫敏辰 敏辰做什么的 他是口罩里面那一层 那一层 那个挡住病毒的材料 不是口罩喔 口罩那不支部的没理顺喔 他是抗菌的材料 这个订单接不完 好展全球最大的耳温枪代工厂 代工有固定利润 所以一年炭4块5块的 国光生计 国内最大的疫苗 也是半官方的 你要做生计股 你注意这六支 不要对冠 后来你去 这是属于中短线 在疫情还没结束的时候 这六档个股 才是真正最大的受惠 那长期来说 重点也是在5G啦 重点也是在5G啦 我今天用很多5G干凌股 要跟大家谈喔 没时间讲啦 没有时间讲 你看 3324双红 开落去让它撞起了 好不好 6230操纵 开落去让它撞起了 2383 台光电信 开落去让它撞起了 4953 微软 我是不是讲6669 微影 开了700几块 不要撞起了 反而软梯股的部分 微软 股价在底部 对 微软股价 这是月线 股价在底部 跌了八个月 这才是重点 是不是开落去 撞起了 所以长线你要布局 趁5G概念股 目前在平均的时候 逢低开始布局 这个才是长线 赚大钱的机会 布局5G八大财活动 戴着口罩 买股票 华仲福电话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 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计较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